而在马来西亚 这个数码电讯是当地前三大的电信公司 公司里头有一位部门的高层主管陈仁德 他本身就是刺激职工 透过他的协调 主动提供了200张面额码币100几 相当于台币 大概1000块钱左右的电话卡 免费提供给家属来使用 打开箱子 200张电话卡 全是要免费提供给马航失联事件中 等待的家属使用 就是里面只有20块 那现在DG是说给每一户一张 然后100块的 数码电讯是马来西亚三大电信公司之一 担任高阶主管也是慈激职工的成仁德 主动提出公司乐于配合 他们要联系他们在北京的家人 都可以用到 因为基本上他们又在 在心里在烦的时候 就我们可以做一些小小工作 就把那些安定下来 这是我们基本上都可以做到的 为家属着想 先做好准备 用贴心复卫不安的心 大家先为马来西亚众口报道